娱乐中心综合报道节目日前请到多位日本太聊台日习惯大不同 图翻设字小明星大跟班那个是 各地都有些许文化差异 就连喝水的温度也有 同习惯 节目小明星大跟班日前邀请了来台生 各几位日本太太畅谈畅聊相关细节 其中来台八的日本太太苏美就提到 台湾女生叫常喝温水 但日餐厅通常都会提供冰水 她举例有次日本家人台用餐 发现餐厅给了温水 喝了一口马上吐掉 窥直呼这狠心 近日播出日本太太好吃惊 台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单元中苏美太太表示有次家人台吃饭 餐厅送上饮用水 结果弟弟一喝发现是的 瞬间吐出直喊好心 苏美透露日本餐厅一律是冰水 还会加冰块 台湾有的餐厅送温水让她也好惊吓 日本太太苏美聊到台日喝水习惯不同 图翻 自小明星大跟班YouTube 苏美表示 通常台湾的女生都会喝温的水或是温水 但是在日本餐厅都会加冰块 她指出 日本附的水是很冰的 非常冰的水有衣 苏美的日本家人来到台湾 一起外出吃饭的时候呢 餐厅是提供温水的 然后我弟喝一口马上吐出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温温的 这很新 我没办法 不下去 然后就直接喝啤酒 来宾爱子也聊到台 如此大不同 图翻设自小明星大跟班YouTube主持人 现听完后表示 台湾人喝温水已经是一个习惯 一旁的詹维中也补充说 日本人生水可以直接的 我也曾经带客人去餐厅 我不会讲温水 她表 只会用日文说一半冷水跟一半热水加在一起 后更提出疑问 日文没有温水 我好像找不到 此 来宾收口太太表示 台湾的厕所有时候没卫生纸 然日本到处都是卫生纸 台湾有时候去公园 结果没卫生纸 让她相当震惊 被问到台湾的马桶赶 接坐上去吗 收口太太表示会 不过要先消毒 来宾爱 则说 听说有些台湾女生会踩在马桶上蹲着 上后马桶留下脚印 这点也让她觉得不可思议 这点也让她觉得不可思议 这点也让她觉得不可思议